你知道猫的呼噜声可以治病吗 你认为冬眠就是睡觉吗 你知道人也会冬眠吗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五件关于动物你不知道的事 猫的呼噜声可治病 研究表明猫的呼噜声对人体健康有若干益处 科学家研究表明猫的呼噜声可以制造频率为25到150赫兹的振动 这个频率的振动可以让附近的人保持镇定 心情愉悦 甚至可以帮助治疗感染和肿胀 加州大学的谷歌学教授指出 猫的呼噜声可能对从太空中返回的宇航员有帮助 当宇航员从太空中回来后 它们会有肌肉萎缩 骨质疏松等症状 因为猫的呼噜声所产生的震动 可以帮助治疗软组织损伤 所以可以让宇航员更快地适应地球上的环境 冬眠不是睡觉 冬眠是指一种体温代谢和其他生理活动下降的状态 这时动物就可以减少能量消耗 因此冬眠并不是指睡觉 冬眠分为专性冬眠和坚性冬眠 专性冬眠一般是指动物自己调整身体进入冬眠状态 尖性冬眠是指动物因为温度变化或者食物不足时被动地进入冬眠状态 而且根据最新研究表明 人类也具有冬眠行为 不过所有动物的冬眠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 不要再认为冬眠就是补消龙 不怕蛇毒的动物 蜜花被称为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 它们的皮毛十分粗糙坚硬 就像穿了一套公无不克的铠甲 连狮子也难以将其咬伤 因此有时蜜花甚至可以反杀狮子或者令豹之类的动物 坚硬的皮毛也是它能够撕碎蜂窝而不受伤的原因 除了皮后以外 蜜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们不怕蛇毒 所以常常可以看到蜜花空手抓蛇的场景 凭借这两个特点 蜜花在野外几乎立于不败日地 熊猫蚂蚁 熊猫蚂蚁因为长得和熊猫相似 所以被称为熊猫蚂蚁 说是蚂蚁 其实它们属于一类长相波似蚂蚁的独居性蜂类 蚁蜂 它们个头大小有一粒花生米那么大 身上覆盖着黑白相间的绒毛 没有翅膀 以花蜜为食 和所有蜂类一样 熊猫蚂蚁蛇人也很疼 香水母 香水母是水母中毒性最强的 它们和足球大小差不多 身体呈透明状 身上有60多条大壮储蓄 它是最早进化出眼睛的生物之一 香水母一共有24只眼睛 分布在管状身体顶端的卑状体上 它们的眼睛一共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最原始的一种只能感知光的强弱 而最精巧复杂的那种 能像人眼一样感知色彩和物体的大小 这些眼睛几乎可以让香水母 看到周围环境中360度的范围 它们的眼睛净化得比人类还要强大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一只传播 启文去世的兔子